圆圆向日,享受清凉可口的玉盒包也算是生活中的一种小确幸 而现在正是玉盒包的盛产季节 今天我们就要特地带您到大树区的荔枝园 请来当地的玉盒包行农 要来教大家到底要如何挑选好吃又香甜的玉盒包 走进这大约八分大的荔枝园 您看到的是结石累累的荔枝团团挂在枝杆上 今年的玉盒包因为受到气候的影响 产期延扣 不过现在的消费者已经可以品尝到又香又甜的玉盒包了 玉盒包它受到了我们三月底跟四月底那些寒流的来袭 然后因为它受粉有点不完全 所以它今年产量大概减少了一至两成 但是因为它的产期集中 所以今年的价格上并没有有太大的波动 反而价格是维持平稳的 对 然后今年的玉盒包 其实品质是跟以往比起来 它的因为前些日子的梅雨来袭 它的果实是更大颗 然后酸度跟色度其实它现在已经都完全的退去了 所以品质在这个礼拜会是最好的品质 摘下一颗等不及拨开大口吃下 鲜甜多汁的玉盒包是剩下时期大家的最爱 我们今天也特地来到了位于大树区的荔枝园 要由玉盒包形容许人罩来教导我们如何挑选又香又好吃的玉盒包 这个玉盒包可以大家看一下 像以这颗来讲的话 它已经下面比较有尖尖的比较圆滑的 然后我们去挑的话 尽量挑大概5分 因为现在的玉盒包大概是50%是红的 这时候的玉盒包会是最好吃的 越红甜度越高会到20几度 所以它的纸基本上玉盒包的纸是小的 然后它皮是很薄的 你看这样 然后它又是金黄 它想像白玉的那种的玉盒包 其实是很好吃的 又甜又多汁的玉盒包果然是杨贵妃的最爱 轻轻一拨鲜嫩饱满的玉盒包 马上光溜溜的呈现在你眼前 尽心透凉 这就是剩下难得的好滋味 而在端午节之前 都是品尝玉盒包的最佳时节 民众不妨把握这段期间 享受这夏天难得的好滋味 港都新闻五品原物雅婷采访报导